面对物价腾飞 民怨沸腾 有人就把问题归咎于外籍员工无法入境 影响劳动市场 人力资源部长纳多斯里沙拉瓦南就解释 缺乏劳工确实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其中一个因素 但还有很多理由造成百物腾飞 沙拉瓦南表明暂时没有大量引进外籍员工 实际上是为了把工作机会优先让给本地人 至于杀虫剂和废料价格上涨方面 农业部则建议农民逐步淘汰现有的化学肥料 转用有机肥料 面对行动党目委屈国会议员拿都尼可汉 把物价上涨归咎于政府引进外劳政策明显失败 人力资源部长纳多斯里沙拉瓦南 今早在霹雳打巴出席活动时反驳有关指控 沙拉瓦南解释 百物腾飞原因有很多 包括中间人优先把货品销售到国外 原因不难猜 因为外国开价比较高 回归人力课题 他重申 政府目前着重改善国内的失业率 暂时只允许外国人在种植业工作 腾出机会 确保本地人有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 解决肥料上涨问题 政府则有妙招 乌统华林区国会议员 纳多斯里阿杜阿兹 今早在国会下议院询问政府 如何应对沙虫剂和肥料上涨这烫手山芋时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纳多斯里罗纳建迪 建议农民来个农耕大改革 减少依赖近期价格飙涨的化学肥料 可以考虑效仿一些金马轮农民 转用有机肥料 根据农业部掌握的数据 肥料价格近期上涨将近三成 沙虫剂涨幅更夸张 达百分之百 国内超过62万名农夫和稻米种植业者 较苦连天